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千次花落 只要与你同感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春去又春来 花落又花开 只要有你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永远握着你的手 永远望着你的眼 只要与你同在 永远不怕秋到风来 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只要有你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永远握着你的眼 一千个春天 永远握着你的眼 只要与你同在 只要与你同在 永远不怕秋到风来 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只要有你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穿天 我一千个穿天 你整天坐这儿等天赐 那儿子会从海上游过来 神经地 等我回去吧 叫天赐有没有消息 教父肯会来复制吗 中文人常用两个字来形容教父这种人 是不是愚中 愚中 愚中是几亿个人 虽然是忠心耿耿 但是很固执 跟他根本就讲不通理 教父有一点像这种人 何止有点 简直是愚中透顶 公司的业务再缩减 再遣散员工 也轮不到他来辞工 这老小子自从退伍啊 心里就一直病 他就怕将军啊 嫌他在公司里吃闲饭 他宁可去踩三轮车 他是一个好机械士 被日本人打得再破烂的飞机 他都能修好 老代 你代表我去请他回来上班 告诉他 因为他很愚中 报告将军 愚中这两个字不是夸赞人的话 最好不要当着人面说这两次 哦 我现在就去 替我带一份礼物送赵太太 叫她放心 天赐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替我谢谢大将军 将军要你多保重身体啊 放宽心 不要每天到基隆码头去 牵辞命大 他一定会平安回来 带叔叔 请喝茶 好好好 谢谢 台湾的卖茶 我爸最喜欢的 哦 你爸爸还没回来 还没有 他总是最后一个收班的 哦 他的身体啊 就没压水墙 嘿嘿嘿 他能撑他住法 啊 哎 他说啊 他踩三轮到处跑啊 可以顺便打听一下 牵手似的消息 哦 哦 哦 哈哈 啊 啊 那那那我就告辞了 再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老大 老大 哎 老大 哎 我正要回去了 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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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坐会儿坐会儿 待会儿你回去啊 你没开车来不是吧 没关系啊 坐我三车车 我送你回去啊 哈哈 哎 我是奉将军命令来的 哦 坐坐坐 哎 哎 坐坐坐 哎 哎 哎 将军好了 能好得了吗 啊 你想想 跟着他多年的老部下 现在都踩三轮了 哎 那别人会怎么想啊 连自己的弟兄他都没照顾好啊 来 老大 这是我打心脸的自己甘愿的 谁要说怪这个将军的话 我跟他拼命哎 哎 你不用拼命 你只要听命 现在将军命令你 立刻回公司报到 你连将军的命令都不听啊 哎呀 咱们看谁是将军呢 远冠 我就是因为心里边老惦着 他是我的将军呢 我才最明白 对啊 现在民团队不是上海那种警卦 台湾就这么大 坐飞机里有多少人呢 哎 就打是开展业务 这个业务又能开展多少 哎呀我真不明白啊 这这他们那些自己人 怎么还忍心干大些事 哦 要把我们将军托寡啊 哎 你废话少说 你回不回去 不回去 你这么回去 啊 只要业务 只要公司的业务 一好转了 我马上回去报到 哦 你不能共患难哪 你还想公司业务好转 想做一个投机分子啊 啊 你说我是投机分子啊 像你这种死老金 做个投机分子 都没那个本事 嘿嘿嘿嘿 难怪 你现在知道了 我对将军可是一片忠心 哎 嘿嘿 于忠 哎来来来 我送你回去吧 哎我销售不及 不不然呢 你坐我车 我送你回去 带着什么关系吧 哎 你爸爸 就是这个硬脾气 哎 爸 哎乐山啊 这这于忠是什么意思啊 他他是骂我呢 还是夸我呀 于忠 我叫啊 我叫他叫啦 什么叫啊 我不管你叫什么 你也不能随便乱动客房的东西啊 那里面有客房 啊又没有客人要来 书房后边那个大房间 是留在客人住的 我放在柜子的行李 是不是你打开的 你实在很难逗 他到台湾那么久了 那行李都没有打开过 太太知道啊 一定没欢迎啦 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神经病啊 那些不用的行李 是我故意放着不打开的 我们将军说的 我们随时都会回到大陆去 那些东西拆着收 收了又拆 不费劲啊 这样啊 那我我再去忙 帮起来 哎哎哎哎哎 算了算了 我以后不要再乱动那里边的东西 你瞧瞧 那里边什么香袖的枕套啊 桌巾呢 听得住 你这双爪子乱搞乱搞的 哎 王上 我问你 你们回大陆去 我不可以 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剃头 剃头 咱们老家剃头师傅可多了 你去了 给谁剃呀 剃头 就是玩耍啦 哦 那可问我们太太了 我看太太哦 连将军那只狗都肯带来台湾 啊我是人啊 他一定会带我回大陆去的 嗯 小桥可不是普通狗哦 他是我们将军的老朋友 你没看到 将军一生病 他也就病倒了 这叫做连心 那个病是不是叫黑咕气喘病啊 什么黑咕啊 就是气喘 对了 我刚才又看到那只狗在喘耶 而且喘得好厉害哦 真的 嗯 太太 我太太您好 太太 恐怕天要下雨了 小桥又气喘 碰到这种天哪 连我这胳膊都酸疼酸疼的 将军那个支管炎 又好好坏坏的没断过 是支气管炎 嗯 小桥也是一喘几天不好 将军的老毛病啊 就是最怕这种潮湿的气候 外婆啊 又在问局势 什么时候能太平 她想家啊 想都快生病了呢 老毛病啊 大姐说她马上要来台湾了呢 什么时候来啊 我去给她整理房间呢 太太 有没有林小姐的信呢 我去找她 林小姐以前 我到调警里去找她 本来想劝她 一起来台湾的 结果她怕我去找她 悄悄地搬走 也没了消息 那她不在香港 还能去哪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叫我的名字 你认识我了 你叫我的名字了 你哭了你了 你好了 再哭也值得 我们可以搬离这儿 然后去找室 然后到台湾去 我们再也不会哭了 你瘦了我 你不要再说话 先睡一会儿 等你醒了 我做几样小菜给你吃 然后我们再好好地聊一聊 好不好 先睡一会儿 好 我都 你听不相信 她刚才完全清醒了 她叫我的名字 她真的好了 她真的好了 你有没有想没的地址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林芳 我 我也有消息告诉你 是好的 还是坏的 这 这 你整夜就在喝咖啡跟Jer Sprint 我这个小兵 跟我从梦洛到台湾 她不值得你担心 你一定是怕咳嗽操心我 所以你才不睡觉到书房来的吧 你白天很累 替我交代朋友 跟他们的太太 你晚上 应该好好地睡觉 吃晚餐的时候 你跟朋友 谈到寒战 真的会扩大吗 我想 你一定是在担心这个 所以睡不着觉的 在担心那个大问题以前 我先要安顿的是你跟孩子 我才能全心处理大事 就像在上海 广东 香港 你从来不会使我有后顾 后顾之忧 那时候 你的身体情况 比现在好 我现在也很好 我明天好好休息以后 你就相信 明天 你知道我说 最好休息方法是什么吗 中文字幕——YK 如果航站爆發,我要開避航線,負責空運補擊 這一次,我一定會留下來陪你 安娜,別忘了,你現在不僅是妻子,也是母親 你先帶孩子去加州,我很快就會去華府 請有關將領支持我,組織一個空軍戰鬥志願隊 阻擋共產黨可能對台灣的侵略 我要全心全意地再打一場戰,和全亞洲的共產黨宣戰 好,等你跟媽媽回來,得地帶你去 你們又在講什麼悄悄話 小安娜要我帶她去,我帶她去 你應該讓我等你病全好了以後,再走 可是我咳嗽了那麼多年呢,明天怎麼可能全好 盧嫂 嗨 不信把他們兩個帶進去 好,來,乖,走,咱們進去玩啊,走嘍 所以明天,我也不想上飛機 很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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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oise 阿那一定是給你這個常常改變決定的新聞官學的 她怎麼經常二星三意呢 講解啦,那是三星二意 反正是星意很多的意思 不是已經訂好了,是明天下午不是嗎 要是可以改 Brendan 不需要 我覺得需要 我看還是把長春交給我,他器官也不好,我立刻把你頂飛機票,你回來管他吧 在昆明,你每次要跟長春見面十分鐘,要不是靠我的話,你怎麼能走得到了 我把安娜交給你,安全送她去買東西,然後再送回來 我自己回去 老王,你去幫我買兩包銀好不好 不必,上次我給你墊了錢,你還沒還給我呢 中國人啊,兄弟之間明算帳,我們又不是親兄弟,你算那麼清楚幹什麼 長春,記者會快要開始,現在記者沒有當年的安娜那麼輕鬆,很厲害了 然後… 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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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 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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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小 不过租钱很便宜 反正这你们两个人住嘛 于先生呢 住医院还是住家里 他已经好了 完全的好了 来台湾好的 在香港就好了 大概是你来台湾不久 他就奇迹似突然好了 想起你偷偷摸摸的 离开调劲令我就生气 难道交朋友 就是在炫耀自己的得意啊 失忆的时候 朋友之间彼此照顾 你就一定不接受吗 喝口茶 喘口气 骂起人来才更溜呢 记得你上次去看我 我连一杯茶 都没有办法招待你这老婆 现在 不是都好转了吗 你瞧 你还是那么立立落落 小屋子收拾那么窗明激进的 于先生也跟你一样 很爱干净嘛 你刚才在楼上说 你在报馆当编辑 那于先生呢 他教小学 对了 他抗战前在北平待了一段长时间 一口精片子 倒是交输的本钱嘛 是啊 他从没想到会靠这个过活 你们正式结婚了吗 结婚 我不应该问你这问题的 我明天去美国 要是早天碰到你 我就延期去美国了 说实在话 要不是将军逼我 我根本不想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 将军好吗 老毛病 碰上台湾这气候啊 一拖 就拖好久 我是不放心现在离开他 他却不放心我们母女 你知道的 如果寒战爆发 将军的民航队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 所以他担心 那时候没有人照过你们母女 那你就不该让将军有后顾之忧啊 你也赞成我去 当然 记得以前你曾经写过一篇 报道将军的 就曾经说过 将军不是为一个人留在中国 他是为了所有需要他的中国人 才留下来的 你不要用狭隘的私情绊住他 你当年 战地记者的精神 跑哪儿去了 你先快回来了吧 嗯 差不多该下课了 他现在大概正在路上了 我真想见他一面 自从上次见过他之后 我脑子里 一直挥不掉 你们两个在小屋的情景 也忘不了 你那么有自信地告诉我 总有一天他会叫你的名字 我实在很为你们高兴 他终于叫你名字了 我总算没有白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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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芳 你的精神看起来 好像比香港还差 好像比香港还差 那时候我看你 一口一口地 一口地 为余先生吃饭 那么充满了自信 现在 现在 所有希望都实现了 也许 不再需要那么大的信心支持 人也变得揽下了 你真的没有什么困难 我不是要帮你 我是真的关心你 如果 你又瞒着我什么 我怎么能安心上飞机呢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还有什么不安心的 你放心的去美国 我跟凯文 等你回来再结婚 我把美国地址留给你 如果你实在等我 急要上花轿的话 你一定要写信给我 我会马上赶回来 不许 搬家 我发誓 这一次啊 不得到你的同意 我绝不搬家 等下于轩回来 替我问候她 好 也恭喜她 谢谢 再见啊 准备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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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在哪儿 在沙发这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叫我呢 我要训练你的独立 你也不会陪着我去找他吧 不会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是坏女 你去帮我去揍她 你要去揍她 你去 好好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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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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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由你们两个人决定 我 从来没有 看过一个像你这种小小 一件小事情都下不了决定了 哎 我是尊重你啊 你的关节比我高 这少小当然听什么 算了算了吧 我们现在都是老板心啊 你不要跟我逼什么管节嘛 什么老板心老板不行的 是老百姓 哎 人家才是老板哪 对 就这么决定了 对 咱们啊 下班以后啊 我们就请老板 到我家去饮酒去好不好 哎 你说不大了 北平话 你就老实点 什么咱们 咱们 哎 我不赞成咱们到你家喝酒 因为你家里除了有酒啊 连个会烧下酒菜的黄脸婆都没有 那将军喝完了闷酒 回去会更想夫人 哎 中国人为什么叫太太黄脸婆呢 哎 是不是你们是 因为你们是荒庄人 哎 可是结了换 那个皮肤 为什么会比做小姐时候还黄呢 哎 哎 我跟你这个老外扯不清楚 哎 干脆 我们请将军上管子 啊 将军喝醉了 干脆送将军回去睡觉 哎 对了 他竟然是喝醉啊 蒙中可以蒙到岸了 哼 不会有烦恼 然后那个 那个罪行了以后 那个安安已经到了酒精山啊 自然会有电话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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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 我也要 你以后 去哪儿 我回来 这儿 哎 我回来 明年 你 這盧嫂那一手啊 吃多了換湯不換藥 那老套 我們也可以吃那個台灣料理 吃那個喝酒 太美味了嘛 難得安娜不在 長軍也可以過一下單身汗的生活吧 這個什麼鬼不醉無歸嘛 哎呀什麼鬼不鬼 不醉無歸 如何呢 我還是回家好了 安娜做以前 她叫我早一點回家休息 她也叫我小球菸 我們就是擔心夫人今天才走 將軍回去會不習慣孤零零的一個人 我最不習慣的是上班的時候談私事 何等 你不是應該回高雄修護城嗎 對就是因為我明天 我明天早上要回高雄 老大師想今天晚上給我送醒了 要你做配 如何呢 將軍 我沒聽見你們說什麼 我沒聽見你們說什麼 將軍願意聽的 意向就是聽得見的 他不願意聽的 中聽了 中聽 很奇怪 你說什麼 goodness 我們也看見 人家将军心情不好 想太太,恐怕连晚饭都吃不下 女嫂,今天晚上的菜单 我知道 你晚上的菜单 我已经减少了 我就猜着将军晚上吃不下饭 谁说的,今天晚上加菜 女嫂什么时候开饭了 什么女嫂 我跟你说 我说过几百次了 你这个外国人记性就是不好 女嫂,女嫂 那你找女嫂开饭好了 I don't think I'll ever get it right 驴,马 牛,是猴 What is it? You've got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Yes Oh Hello Anna 你到了吗 我不是一个人 每个人都以为我离不开你 所以我干脆晚上 请他们全部到家里来晚餐 我会 替你问候这些最爱管闲事的好朋友 请代我问候大家 And don't forget to kiss Claire, Anna and Louise for me Goodbye littl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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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人 不行,在香港你那位好友林芳 被逼急了就逃走了 大姐,我在台湾遇到林芳了 她病好了,也快结婚了 我想,她所有的苦难总算都过去了 你们家还真难找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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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照片怎么了 这个人好像在昆明见过的叫鱼什么 你干嘛要把这些照片烧掉呢 在昆明 他写些落入共产盲数 那时候我有跟他同归一军的念头 就像这对照片 别紧张 我现在想都没有想过 因为他已经没有陪我死的自由了 我出过他家一次 如果他死了 他老婆也就死 就跟在香港调警令一样 每天乞讨死 苦撑着活着 为的是我死了 他也活不成了 我真不懂 那时候你巴巴的舍着他 一个废人的他 喂饭 洗澡 你连眼睛都不敢扎一下地伺候他 现在总算把他醒醒过来了 为什么 你一声不吭地把他送给了他老婆 是他老婆 那他原本就该是他了 你要我送钱去他家 我见过他一次 那还能算老婆 简直是累赘嘛 让人不能看 行得又不方便 又神经质 我欠他 他欠他老婆 我还过了 现在该他还了 那你 是 早就没有我了 跟他一样 烧城门邀 еч恒 社群要我转告你 报社能够在唐户复刊 我们每个人 更应该积极地努力 向盈正在精神恍惚 所装那稿子 也是消极悲观的 连我们反过回大陆的信心 都会受影响 他要解雇我 如果你不能恢复 当年在云南日报 跑新闻的干纸人 他让你休长家 等你情绪恢复了 再来上班 这是你做的昨天的薪水 在昆明的新闻节 一个你 一个陈香美 一直是罪二言的 我还记得 你由来休机场 还亲自跑到市长家请愿 陈香美 我遇见他了 陈香美 对 只有他能把你骂醒 他知道一块我跟他太太团圆 你在这里自言自哀 他最不会饶你 他下次来的时候 他暂时不会来 他去美国了 他没努力就走了 这不大可能吧 像没中中意气了 他知道人的情形 不大发雷霆 去疯了才怪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告诉他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以为 他以为我和宇凯文 就要结婚了 你为什么要骗他 因为他是陈纳德的妻子 陈纳德一向功而忘死 所以在他全新 为台湾未来的局面 投入工作时 他已经安排好了香美 带着两个女儿去美国 以香美的个性 他会为我留下的 和陈纳德的报复相比 我算什么 怎么能够为了我的事 让将军有后顾之忧呢 林芳 比起在昆明的 暂点女记者 你是一点都没变 我相信 真正的你 还会再回我来 我回去跟盛亮保证 你不会让他 不会让所有人失望的 岁月宏 唉 我遇到一個在昆明待過的老鄉啊 他告訴我 民航公司的修護廠 好像就停在台南呢 哦 是哪艘登陸艇 在台南哪裡啊 台南又在哪呢 我 我忘了問了 只要找到修護廠 一定可以找到我爹 他死也不會脫下了身工作服的 聽說現在修護廠啊 能修的飛機都很少 連民航公司啊 都遣陷了很多人呢 嗯 我們先去填點東西 然後就遲奔台南 好 不是薪水的問題 哦 是 工作調配的問題 我知道 我知道大家陷的沒有事 當然很難過 不過 我跟你講 蔣專已經報證過 我們開了那個新航線以後 他會讓大家想 忙得像在昆明一樣嘛 沒有問題 你放心吧 又多快 成績 daughters 卻要看 哈 就你 去 你害怕了 妈 姜汤喝了 盖了被子 已经睡着了 你妈呀 蠢女人 只要是一下雨啊 她抓着把伞就往处跑啊 她能在这雨里边 一待就待好几个钟头 就去等你哥哥 她就忘了把伞都给撑起来 好了 这下要雨给轮着了吧 我看你妈这样等下去了 她那条命是早晚要送掉的 不会的 爸 我们可以跟歌团聚的 你哥哥 要是不遭共产党的毒手呢 他是一定会出来的 谁也挡不住他 有种 我的儿子 有种 除非他叫共产党给杀 爸 当心妈听到 这下人是最后的 一千次花开 一千次花落 只要与你同感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春去又春来 花落又花开 只要有你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永远握着你的手 永远望着你的天 只要与你同在 永远不怕秋到风来 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只要有你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也不怕秋天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都我一千个春天 也不怕秋天 最后一千个春天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大雨天 的天